戒律 遵守戒条 不单只能够培养道德根基 还可以为众生做最高的服务 五戒 在日常生活中 遵守五戒 是每一个佛弟子的责任 虽然没有命令 佛教徒必须顺从这些戒律 但是为了自我训练 过一种宗教的生活 他们也都自愿地遵守这些戒条 遵守这些普遍性的法则 可以为人类作最大的奉献 这些戒条是 一 不杀生 二 不偷渡 三 不淫或不邪淫 四 不妄语 五 不饮残害身体的酒 或者吸毒 这些是修持佛法最初的戒梯 戒条的目的是 在于消除耐心中所日出的热情 操杂的语言和行为 戒律 也都是为了希望培育耐心 一种不可或缺的基础 没有了以上的戒律 禅定的功用 就成为错误 自私的滥用 遵守戒条 遵守戒条 如同捉起一排尼巴 以防盗策入屋作恶 八关齋戒 很多佛教的国家里面 一些虔诚的佛弟子们 在月圆日 或者新月日 守八关齋戒 这是一种传统的习惯 他们经常是 于清神的寺庙里面 逗留24小时 遵守这些戒条 八关齋戒 是隔断他们的日常生活 以及物质和家庭生活 八关齋戒的目的 是修养 或者心内宁静 达到内心和精神生活的开展 守戒期间 他们读读佛经 听闻佛法 正座 和帮助寺庙的活动 第二天 他们又改成平日所持的五届 回家去重新过 他们的日常生活 八届的内容是 1. 不杀生 2. 不偷渡 3. 不淫 4. 不妄语 5. 不饮酒 6. 不非时食 7. 不跳舞 8. 不唱歌 6. 不汗气 7. 不食烟之花粉 8. 不助高广大床 8. 不助高广大床 这八界中 有很多人不了解 以为佛教 是反对跳舞 唱歌 音乐 看电影 灑香水 装饰 8. 以及穿华丽的衣服 8. 佛陀并未规定 8. 每一个在家的信众 9. 必须要介离这些事情 9. 人们遵守这些介条 9. 远离这些娱乐 9. 只是虔诚的佛弟子们 9. 在短期内遵守而已 9. 其理由是 9. 透过远离这些娱乐 9. 和装饰品 9. 来帮助感官冷静 9. 即使是几个钟头 9. 都可以训练内心 9. 不作为感官享受的奴隶 9. 这些娱乐 9. 会增加心中情感 9. 和激起不必要的情绪 9. 以阻碍一个人的精神开展 9. 偶尔抑制一下自己 9. 这些娱乐 9. 一个人 9. 将会有一天 9. 能够克制他们的弱点 9. 和控制他们自己 9. 这样的人 9. 到了晚年 9. 将不会后悔 9. 她经历过的自我训练 9. 和情感的控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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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内面